第一陣發生的時間是12點03分 正是大家準備吃午餐的時間 在彰化有民眾剛拿起的餐盒 準備要用餐 突然天咬地動 他捧著餐盒要往外跑 摔了一跤 餐盒內的鍋貼掉在地上 瞬間變成大家戲稱的在地美食 這過程也被朋友拍了下來 因為人員都平安 所以也鬥得大家哈哈大笑 還有看到彰化的一家燈具行 掉在天花板的燈具 瞬間像是風鈴一樣叮叮噹噹 響了起來 天花板上吊滿了藝術造型的燈具 因為地震搖晃也搖擺了起來 發生了聲響 這場面看得有點嚇人 很擔心燈具會不會掉下來 也做了一次那陣測試 全部的燈飾都安全度過 還有彰化金馬路的一家吊蝦場 瞬間在水池裡面掀起了海波浪 中午的時間吊沙場還沒什麼客人 類包場的民眾拍下了水池當中海波浪的情形 原本平靜無波的水池像是在海邊一樣 涌起了海波浪 記錄了地震的這個時刻 還有南投竹山的民眾 監視器對準的水竹箱也拍到了水竹箱從小浪變大浪的過程 水竹箱的浪隨著地震越搖越大 裡面的小魚沒有辦法自主遊動被潑浪推著搖晃 這起地震全台有感台中市捷運也做了應用措施 監視器統顯示震度三級台中捷運全線的列車停留在月台上停了兩分鐘 設定臨時速限60公里進行車巡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重新上路 目前已經正常巡視 這次的地震中台灣分別3到4級有感 好把時間交還給棚內